2026集修道课程 因果涅在六度旺行 在家出家 第十二集 修道课程 第一品格 徒儿要了解 现在的事局是危机 同时也是转机 如果每一个人 你争我夺 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 父亲不像父亲 母亲不像母亲 孩子不像父亲 孩子缺少固有的文化 孝 剔 词 这就是危机 如何才是转机呢 转机 就是每一个人 都要有格 你们在道场办事 经常是先做了之后 才来禀报 这就差了一节 修道 修道 你孝剔中心 做得不好 怎么叫做修道 如何能成道呢 孝剔中心 这根本的道理 都不能把它显现出来了 还有什么人品可言呢 人品都没做好了 还谈什么道品呢 现在的社会风气认为 讲品德与道德的人是不入流 而诗德诗品的人反成了主流 徒儿要想想 是什么原因造成今天的时代 我们不可以推说是因为潮流的变迁 所以得过且过的度日子 徒啊 生命要是没了减点的心 那就网罪人生啊 世人都有品牌的迷思 用一身昂贵的行头来自我展现 此时的世风日下 最尊贵的品牌应该是道德良心 只有具备好的品德 才能成为万事不朽的独一无二品德啊 第二 功德 有一句话说 见性是功 平等是德 当你做每一件佛事的时候 能去掉执着心 分别心 不因别人重不重视 我都一样替天败事 不管别人给我如何的指证 我都虚心受教 这才是见性的人 徒儿啊 唯有见性的人 才能够包容一切 徒儿要有随喜随顺的心量 处处扑 晒喜方便的路 实时说光明智慧化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必能成就无量功德 反之 大家做了很多有益于人类身体健康的事业 那叫什么呢 是福德 为师希望大家进一步去做有益于人类心灵提升的事 那才是真正的菩萨 那是真正的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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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只是当了半个修道人 没有 执着于我今天行了多少功德 他只会自我反省 赔了多少得 第三 火猴 土耳 土耳在修办这条路上 最致命的一伤 就是火猴锻炼这门功课 常常让别人有心或无心的谈话来左右你 是不是 一个修行人 如果不懂得善解别人的意思 反倒误解 恶解 就很容易点燃一把无名火 烧毁功德林啊 一般人的情绪常会受到环境的牵扰 所以土耳修道 要克制自己的情绪与情欲 如果认着自己的情绪与情欲放肆的发 你的心就会往外磁 所以 修道要懂得往内收 收敛起急躁的脾气 克制心中那颗妄动的种子 土耳有多久 没好好看自己的样子 修道后 是不是庄严了 修道后 是不是不同了 试炼自己的机会很多 只是 在这过程中 土耳是不是更柔软了 还是更尖锐了 看看自己 再看看圣贤 看看自己的心 再看看自己的愿力 土耳 要真修 才有真到位 否则 什么都不是 所以火候很重要 如果千日打财一日烧 就前功尽弃 土耳 要做到不迁怒 你心里面不高兴 看到杯子随手就摔在地上 那就是千怒杯子 你在外面受了气 回到家里对妻子 儿女发脾气 那就是千怒儿女 这个千怒很可怕 可以断送一片江山 当一个人处于愤怒时 所行 所言 所思 都是不合理智的 所以要尝观自在 不要平时都不下功夫 到因缘点一爆开时 就无法收拾 因此 行身的功夫很重要 就像取得干净精纯的水 要先让它静止 沉淀 再过滤 一次又一次的忏悔与感恩 直到所有的习气毛病 在你的八十田中除去为止 当你看到别人做得不好时 不要批评 也不要动怒 因为人家可是用自己的不好 来视线给你提升 用他的不好来成全力啊 你们得用智慧来明辨 用随喜来应对 什么是修道的好材料 好材料 就是身处在千度以上的高温 能够经得起锤炼考验 冰封在零下三十度的环境 也能够耐得住寒冷的考验 所以顺利皆不动心 才是道大得众的真火猴 第四 礼节 这社会若没了礼节法度 就会乱了章法 没有可以依循的方向 有人往左 有人向右 步伐凌乱 身心放荡 最后自我毁灭 道场也是如此 佛规礼节就是帮助大家 有一个正确的脚步与方向 不会错行胡为 这是上天的恩赐 徒要好好遵行 必能步入圣贤之门 驱礼有云 道德仁义 非礼不成 礼是道德的工具 现在的人都不提倡这些礼仪了 生命才会扭曲变形 道之宗旨 就是为了复兴 文化 古礼 所以才要徒儿们 好好尊崇 与奉行这个礼教如风 现在的人 视道德为迂腐 礼教为束缚 一切只讲求自由平等 视伦理为耻坛 钢肠为草剑 把这道德 礼教 伦理 钢肠 都弃如壁戏 你说 这社会不会乱吗 该孝顺不孝顺 该给人做模范的都不去理 风气还会好啊 鱼儿好自用 箭儿好自专 风气就是这样形成的 也正因为如此 老母才开恩将道 叫你们修道 反本还原 道场体制完不完善 端看佛归礼节是否周全 这其中的 成上旗下 与尊师重道 更是重要的修道课题 修道半道 如果缺乏这样的纪律 道场风气 就会步向散漫师礼 因此 身为前贤的人 更应当谨言慎行 好好落实 佛归礼节 佛堂所有的礼仪都要懂 不好的就要求改进 如果你们进了佛堂 随随随便便举个弓 参个价 说有做就好 可以交代了 这当中就没有敬畏的心 当然就显不出那分神圣的道气 更没办法让出入道的心道亲 在进入佛堂时 有宋然起敬的感觉 道在细微之处 客人来 主人赢 客人欲走 主人应恭颂 这就是礼 不是只有对先佛如此 对前贤更当如此 不只对前行恭敬 对众生更当如此 随时随处 对任何人都能表现 恭敬诚意的心 自能显出你的道格 博有博法 家有家归 佛有佛归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来佛堂的佛归领结 太约束了 是不是 你仔细想想 如果修道没有一点戒律 如何收束身心呢 所以徒儿要真守礼 才有好行仪 坚守着修道半道的道规刚记 彻底做一个敦厚朴实的谦谦君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荒新田 修道 首要学会 看看自己 如何将一念回归清静 不被外物所获 不被五蕴六成所染 若能如此 又何必看风水 算命 那只是拆东墙 补西墙而已 问题是 徒儿虽知道要回归自信 但却做不到 所以才寻求外缘 对不对 殊不知 在往外寻求的同时 已迷失了自己的本性 如此 又如何听见内在的声音 诸事不顺 诸事不顺 全身病痛 家庭不睦 妻离子善食 该怎么办呢 第一 要先去除坏念头 好好的忏悔 将心门打开 开到像弥勒的大布袋 散开见十方 收拾观自在 如此才有可能诸事和顺 真懂得修道的人 就会栽培新上帝 涵养幸中天 而不会将生命花费在计较与比较上 他会以道德为本 往少思寡欲的路迈进 懂得乐天安密 这样的人 自然会使很多人近跃远来 如此才算做到菩萨愿行 心若要轻 就要每天清理内心的垃圾 将内心没有臭味相投的人 没有怨 恨 恼 怒 烦 没有心结 也就不会把愁容挂在脸上了 人生要有希望 就不要让自己活在阴暗里 念头会让你掉进阴暗 太多的念头 让你变得很软弱 任性不够 最后就选择退缩 所以圣人说 无欲则刚 无念则无欲 长应长尽 便是这个道理 未来的路途会如何 但看徒儿以什么样的心态 发什么心念来决定 你的一个心念 足以影响整个大局 而第一个影响到的是你自己 所以要洞悉自己的心念来回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哪种心最真实 当你想寻找的时候 又掉入虚妄中了 虽然说 过去已经过去了 是对 是错 要挽回 也来不及了 但是 可以从过去的错误 伤痛中继续教训 归回正途 因为 错不可耻 可耻的是 一错再错 纵然 别人给你机会 可是 你不给自己机会 自己造了因果 受了业力 却又怨天尤人 怪自己命运不好 消极的自责 徒儿应该想想 既然要修到了 就要想办法去转化自己的缺失 才能生出智慧 事来应 事去尽 心地 雪亮明朗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个不是抛弃江山 一行休息 徒儿啊 这人世间有多少的愁苦烦忧 你要让他如果往云烟 不沾染你的心灵 你们能吗 享福就是消福 吃苦就疗苦 这样的道理 如果还不明白 想解脱自在就不容易了 在顺境中 咱们的志向要发得比别人大 不要说等孩子长大了 再来修道 半道 这样你留给孩子的福报就很有限 咱们要想想 孩子虽小 这时候的灵 却最轻 身为父母的人 更要做榜样给他们看 走出你自心的枷锁 多行功了愿 多付出 孩子们都会看 都感受得到 这样 你留给子女的福报 才是无限的 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组合 都来自于缘分 能成为你的女儿 那是因为她与你有缘 如果不能成为你的女儿 她也会见某种姻缘 离你而去 所以 我们要有正面的想法 多一点体谅与包容 巨石要珍惜 一旦失去了 要祝福 让每个人 每回的相聚 都有好的结果 夫妻有缘 在一起同修 不管是顺 是逆 都要一起走过 因为 你们是修办路上 最好的伙伴 所以 要实时记住 对方的好 放掉所有的不好 才能成就更多的 道化家庭 幸福是内心的清静 不贪 不忘 以及大慈大悲的言行 一点一滴累积而来的 人人 人人都可以得到幸福 人人也都应该幸福 但是 要做自己的主人 才有资格掌握住自己的幸福 创造美好快乐的人生 我会不会有资格掌握住自己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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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开生命的锁链 因果冤业 不管 有什么悔言蚌语 或盛事凡事 身体上的不顺 都要虚心接受 才有机会消解障碍 更不可以害怕任何不顺遂的境遇 只要咱们不离道场 都有机会立下寸功 要知道 业力最大的千禅 就是让你提振不起道心 如果你的脚步沉重了 那怎么陪得度人呢 所以 当你的杂念很多时 就多念经 叩头 你们要有魄力 担待使命 业力 就会在你积极行功利得之下 渐渐消解 此刻 正是六万年 大清算之际 很多公额业都成熟了 徒儿还在醉生梦死吗 修道没有一点真诚的心 半道也是敷衍了事 称功为利 如何还清业债呢 三朝普度是人鬼迁其度 咱们要把握能办能修之时 时时提醒自己要快马加鞭 行功利得 才能了脱成员俗扰 回复清静法身 人 有时会折服在一个念头中 这是上穷必落下黄泉的关键 这一念 就潜藏着累世以来的无名种子 它有时 会让你受尽煎熬 力经折磨 这是月圆成熟的缘故 此时千万不可以怨生怨 以恨养恨 这样的轮回将永无止息啊 个人有个人的因果业力 谁也无法代替 受些苦 也是一种让你体悟人生无常的好机会 欠人的 迟早都要还 如果一辈子都平安无事地度过 更要心存感恩 没有一个人是一出生 就是圣贤先佛 哪一个不是待业而来 无业不转人是不是 你一出世 就有肉体的束缚 五行的居住 这全是自己造就出来的 记住 自己的命运 不要被别人左右 你要做自己的主人 世人为何有这么多不平的事情 皆因前世因 再加上人的弃柄 才会造下这些是非因缘 有了这些因缘的间隙 才有苦的开源 徒儿若要断绝苦的因缘 就要先把握住这颗心 不要轻易让它起颇荡 这辈子修道 为什么还会有诸多灾难 考验极不顺 因为徒儿还有未了的业 徒儿 你觉得行了一点功 就真的可以把一个人六万多年的业力 一笔勾销吗 若没有在道场行功多年 对道信心坚定 一样容易被因缘千禅考导 徒儿如果没有先佛灵坛 没有前贤来观照 会不会就不修道了 师父引进门 修行再个人 功夫要下得扎实 火候要练得纯净 功德要继续逐渐 累生累世的业力 才能削减 咱们不要再仰赖先佛 浅显地照顾了 要自立自强 就算有业力在后面追讨 也要拼着老命 走完这条修办道路 爬也要爬回去 announcement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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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修道人的智洁 修道人对天要有不变的崇敬和绝对的相信 对人不可有矫情造作 时时刻刻自我反省 修养 自能达到修道人的标准 圣贤菩萨只有一个绝对的目标 他们都是从弥明难行的考验中 一步一步学习面对任何的境地 由外境的磨练到内在的元素 直到纯然的至善境地 因此 站在前方的人要能够牺牲奉献 才能够让后方的人感动 成为后人的修行楷模 一个真修行的人做事要有条有理 待人亲切和气 说话简约明晰 既不必刻意表现自己 又能自然展现其庄严的德性 若能居人守意 一生必是走在光明的正路上 同时也能为人时 率性才能去掉杂绿 显出本来真面目 去除人欲 体达天心 长长久久地去坐 有朝一日自然水道群成 上天无亲 唯得是福 只要你默默耕耘 该你的 老天就给你 不是你的 任凭你仁欲私心去夺 纵然到的手 可到不了终久 帅性是献出真心本性 进修是知道怎么走 徒儿想要更上一层楼 就得立一个目标 立的志要长长久久 首先要能够定 能够实 实实在在的扎吻根基 才能凭了心头的杂乱 纵有外物的千禅 七情六欲的干扰 必能 是来应 是去不留 如果徒儿 只求今世的解脱 咱们师徒之缘 只有这一世 若能发广大菩提念 广结善缘 那徒儿与为师 还能够在下一员会 结伴度化娑婆 生生世世 常为师友 这才是咱们修道人 永恒的悲愿豪情 我好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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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度万行 第一是布施 布施的好处就是花烦恼为菩提 因为在慈悲的当下便是天心的作用 没有一点夜市的染灼与触动 所以才说 常怀布施心 断却贪吃尘 便是这个道理 因为给予而富足 这是一种美妙的感受 土药知道 布施的心没有任何杂质 才是真拥有吧 先讲采施 你能够对钱财看得清淡 够用就好 其他的 把他拿出来做道场事业 慈善事业 开荒半道 救众生出苦海冤 那不是很好吗 但是 你们舍得吗 再来法师 你们每个人都会讲道 天没有道 没办法清澈 地没有道 没办法负载 人没有道 没办法灵光 道是万灵的真主宰 过去道将君王 现在道将百姓 所以要有感恩的心 用实际行动去度化众生 这才是最大的法师 无畏师呢 去除人相 我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便是无畏师 譬如说 你能察言观色 视机而行 哪里有纸线 及时捡起 哪里脏了 自动擦拭 哪个人身体不好了 赶快主动关怀 哪个人没吃饭 便主动下碗面 去给他吃 这就是无畏师 道是无形无相的 要修无形无相的很难 修有形有相的比较简单 就像看得到的布师 比较容易做 看不到的心念 却不容易修 所以才说要以 无为之心 来了透 有所作为的心 第二 戒律 咱们要把自律的心 带回家庭生活里 真正做到应尽的责任 不管在盛事 凡事 都要自我要求 才能够合乎中道 在陪德的过程中 一定要戒除自满和傲朵的心 要以谦和的风度 和慎行的态度 来要求自己历练自己 因为要进步 就要不断反求诸己 持戒守恒 才能迈向康庄大道 生命要有一种 自我要求的坚毅精神 不让自己 有意思的横跃不轨 这就是断除恶业的刀斧 如此奉行不渝 必能圆满人生 不要认为 佛规是一种知数 因为人有很多无名的盲点 所以才借着外在的要求 来警惕自己的行为 从遵守到自然 这是一条必经的路 图啊 改毛病去脾气不是口诀 是行动的指标 所以要持戒 所以要持戒守恒 一个懂得持戒的人 必有圣贤之格 为什么这么说呢 考察古圣先贤 都是先从自律着手 之后才谈修行 要知道 越懂得自律的人 越能得到法喜与自在 因为这些不再是所谓的束缚 而是生命的自然流露 一念擦词作恶多端 一念心善终生奉行 所以掌握这一念很重要 图的心源一马 如此奔驰坏放 要如何收束呢 就是要持戒 持戒是最好的保护伞 也是远离诸恶的门户 用戒律来纠正恶念恶习 用戒律来彰显正心正行 不要怕戒归的多少 能持戒的人 才有机会踏上圣贤路 第三精进 要想跳得高 就必须先屈身 再用力往下踩 要想成功 必须有接受失败的勇气 图啊 每一种经验都是一种成就 不是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吗 我有不成不止的毅力与信念 不停地学习 才能得到新的成绩 如果道理说不清 那是因为你的道学还不够充实 事情交给你办 你就是办不通 这就表示你的才能还不足 所以还是要继续谦虚地学习 懂得上进的人 就会不断自我教育 积极主动地学习与参担 一个没有进取心的人 生命就显得无力 因此说 君子上达 一个君子 他懂得自我精进 不断往上提升 身为讲师的 对于讲课的主题 与宗旨要很清楚 如果不清楚 又学得不够精 懂得不通透 讲起课来就没有意涵 听的人也没有感觉 所以你们想要讲道理 给众生明了 自己就要先下功夫 认真专言与体会 把所学的实践在生活中 讲起课来 才能与众生心心相应 我们现在救人度人 要像大水一样 冲向万词的山谷 毫不犹豫 这叫做勇 一般人慷慨就意从容 从容取义难啊 我们通常都是在无事的时候 太闲散 有事的时候就惊慌 以致失去许多精进的机会 人哪 要学而不厌 才可达到真正的志 不但要活到老 学到老 做到老 还要教不倦 因此 度人成全人这件事 要有不倦怠的热忱 才能激发出内在真正的人德 对众生 永远有一种不舍与慈爱的心 你自身做得好 人家就佩服你 德行足了 妙智慧就开启 毛病脾气 一日一日的减少 这才叫做 永进步 第四 忍辱 水不聚各种的污秽 就像君子的教化与包容 能够洗净不洁的东西 徒儿若要做苦海与极乐世界的一座桥梁 去接引一切有缘众生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一样 要时时刻刻搭起良好人际关系的桥梁 常说好话 不相忍让 才能广结善缘 一件好事的成就 需经过不断的忍耐 才能步上成功之路 切记一时的不耐烦 而断送成佛的路 要切记 众生的慧命 都在你们的慈爱下成就出来 所以要耐劳 耐烦 也借着这些不如意 来提升自己的心灵与眼界 徒儿 待人放得宽 生活 无忧烦 为对方多想一点 在人与人的相处中 若太计要怼错 彼此会很辛苦 也不会有好处 因此 同修在一起学习 就是要借势来成长 首先调整自己的心态 而不是等待别人来配合你 如此才能一起共事 修行 要有善于化解的心怀 而不是一昧的人 人因为受了五蕴六根扰烦 很容易掉下来的心怀疑 很容易掉入对待的漩涡 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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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神外散 不懂得画 不懂得解 也不懂得回避 还没学会圆通处事 宽容待人 才会苦苦相逼 徒儿要学习 玉室画室的能力 能画就有路 才有足够的智人勇 去框正十方诸圆 因为气不过 所以受伤 因为忍不住 所以痛苦 这样的轮回 徒儿们每天不知要上演几回 要知道 世间一切的有情无情 都是历练的好机会 但是如果没有一点 忍辱的功夫 就会出现很多风险 尤其在这末后时期 很多工业成熟 每个人都生活在 灶乱与不安的恐惧中 如今鼓励徒儿们 回来佛堂学习 就是希望借由真理的教化 来安顿大家的身 心 灵 以免陷入共业中 有很多事 并不是走到了尽头 没有转弯的余地 而是到该转弯的时候了 转 是不再以为使用过去的经验模式 而是先忍一下 冷静下来 再换个方式去为他人着想 待心气平稳之后 便会看到转机 常常发脾气的人 常与灾恶为伍 因为他常有恶气窜流 祥瑞之神就很难登门造访 才会补恶不断 因此要常做 纯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这三件事 第五 禅定 禅定就是清静 现代人思虑多 烦恼多 想法多 因为有这么博杂的心 才衍生各种疾病 土啊 每天得给自己 一些时间静思 沉淀 别让你的一生 只有忙碌与空转 禅定也是一种面对 当你愿意面对 所有事情的时候 你的情绪不在 问题也就不存在 你只是一个空 空可以应物 可以包容一切 所以禅定也叫平常心 圣贤因为有平常心 在他们生活中的大小事里 常能将万境化为一尽 土啊 要明白心念的根本来源 专心致志的修行 体察自己是如实修行 还是在凑热闹 敷衍了事 因为专心致志 也是一种禅修 而祖师所传的三宝心法 便是至心一处 达到不乱不忙的上乘法宝 现在的人心头老是怪事 吃也吃不下 睡也睡不宁 全过的苦闷难耐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生命着了像 与之生活失了许 如今既然来学到修到了 就要懂得修回正确的思想 安顿苦闷的身心 改毛病去脾气 才会感觉身心轻松 精神清爽 这个修行才算是入了门 禅定才是得了窍 专注才能成事 一颗心都不安定了 方向当然摇摆不定 尤其是你们这些 身为前贤的人 更要让自己的心随遇而安 也唯有定静安之后 才会生发妙智慧 不致隐忙隐忙 这艘白羊法船 才不会摇摇晃晃 所以说修到必须有良好的禅定功夫 不但在待人处事上把持得住方寸 在共事中也能圆融地应对 禅定不是坐在那里都不动 心中却杂丝不断 禅定是一种安然的开展 因为有安稳的心 故有透视天地事物的智慧 就能遇事不乱 不急不慌 咱们修半道 迷失方向 助人魔障 常持送真言 也是一种禅定的方法 因为现今的事局纷乱 人心容易起伏 常在一不留意中就迷惘不住 所以才要借着持送真言 来达到安心定神的作用 智慧不是凭空而来 而是当你率着本性 自然去坐实产生的 生命充满了变数 历练过的生命 就像一本百科全书 记载着无数智慧的结晶 有人在变数中成长 也有人在变数中退去 能不惧千锤百炼的人 便能创造源源不断的智慧 咱们在日常生活中 要懂得关照本心 能视自本心 才有机会达本还原 此时的智慧 便不是世俗所谓的聪明了 法无定法 咱们要空其心 才懂得活泼玲珑之道 发现自己经常用的是 善于分别的人心 而不是从自信流露出来的智慧 所以才会有错误的判断 如果火没有水来制住 就会更猛烈 最终烧人坟物 所以咱们做事 要多用理智 而非禁用顽强的毅力 不要埋怨环境的不顺避 只有片长世间位 才有机会开智慧 也因为痛过了 才懂得不再往苦里钻 懂得转换立场与角度 咱们只要用真诚 理晋的心 去面对每一种境界 便能行遍世间路 万难也无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